地球的点追洛森的YouTube个人频道 洛森说看到四片幸运草获喜鹊一种野外的鸟 会不会有幸运的事发生呢 洛森真的看过四片幸运草 那是因为他的名字跟他的形容词 让人感觉有可能有幸运的事情会发生 是因为他取的名字及形容词很动听而已 当时一时的心境让人觉得很舒服而已 遇到喜鹊同上说明 都是因为他取的名字及形容词很动听而已 一时的心境让人觉得很舒服而已 洛森在地球拍摄时强力到喜鹊 一时的心境让人觉得很舒服而已 并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 如果遇久了 遇着不想再遇了 就像三餐吃白饭一样 没什么特别的滋味一样 一样是这样正常的过日子 半点滋味都没有 原因在于他的形容词跟名字 把它取得非常的好听 但是日子久了就跟吃白饭一样 没有什么滋味 一样这样子过生 四片幸运草应多长一片叶片 跟一般的三片是异于长轮草 是比较难遇得见的 喜鹊这种鸟在台湾常见得到 请参考洛森拍摄的网址连结 请输入以下网址 结束